老公,你现在给我转二百万过来,我有急用 什么?二百万?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?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? 事情是这样的,我弟弟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现在整天在家无所事事 我妈和我商量了一下,想让我们给弟弟拿点钱,让他也开一家超市 不好意思,老婆,我没有这么多钱 我们家经营的那家大型超市生意很好啊,怎么可能没有钱呢? 对你来说,二百万根本不算什么,你别骗我了,抓紧把钱转给我 你说的倒是轻巧,一开口就是二百万,你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? 你要知道,我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,想让我拿二百万出来不可能 你怎么这么不通情达理呢? 对你来说,这二百万只是个小数目,少这两百万对你也没什么影响 但对我弟弟来说,确实有大用处,况且这是我亲弟弟,你的小舅子都是一家人,你没必要这么吝啬 我的好女婿啊,我女儿说的对,我们都是一家人,你不能如此吝啬 你做姐夫的要多帮衬下你小舅子才行,既然你不想拿着二百万,那你看这样吧 听我女儿说,你的超市计划开设分店,要不把新店交给你小舅子打理吧 至于赚的钱,分给他一半就行了 我投资几百万的店,凭什么要分给他一半,如果交给他打理,那么我岂不是只能等着赔钱? 听你的意思是你这既不肯出钱,又不肯将新店交给你小舅子打理,你还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吗?你怎么变得这么无情无义了? 我无情无义?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?明明是你们的要求太过分了,我对你们如何?你们心里不清楚吗? 自从我和你的女儿结婚以来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,哪个不是让我出的钱?你们一直说小舅子没有车,出行不方便,我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二十万给他买了辆车 可你们却说我小气,闲车不大气,上个月你生病住院,我立即给你转了十五万,全心全意地照顾你,比对待我自己的父母还要用心 还有你女儿每个月都偷偷给你转一万块生活费,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我做的难道还不够好吗? 女婿啊,既然你之前都帮了我们这么多,那就好人做到底吧 你小舅子的事就拜托了,如果你今天不帮忙,那我就只能赖在你家不走了 我看出来了,你们只知道索取,不知道感恩,帮你们再多都是理所应当的 既然如此,以后家里任何事都与我无关,你们爱砸宰地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